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历史长度的故事可能是几十年 你由最初杨振宁 李正道 未取得罗贝奖之前想做些什么 大家知道无论杨振宁还是李正道 都是在大约二战时期 取得这个机会去流行美国 差不多一百年 未有 现在二零二几 那时是一九四几 但也在上一个世纪 他们去到美国时 当然可以私从大师做一些研究 就算很有兴趣这段历史 说得出杨振宁 李正道 在1957年因为什么物理发言 而取得罗贝奖 但没什么人知道 其实在他们未合作做这个研究前 他们已经是很多合作的项目 而他们做的这些题目的专题 反而更加抽象 更加不为人所知 当然不为人所知不会很神秘 因为他们做的那门学问 本身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三言两语 可以在科普中说出来 他们做的东西是一些统计力学的东西 一些统计力学的研究 就是很多时候去讨论一些 在一个微观世界的行为 怎样可以找到一些法则 去解释到它在一个整体上的行为 例如一堆粒子 如果有这样的行为时 我任何一个法则可以预测一下 这堆粒子变成一堆的时候 它的行为会怎样呢 例如你有一堆金属元素 或者是一堆的气体 例如二氧化碳和氧气 每一粒二氧化氧气的化学物特质 我知道的 但当他早成一早找个箱子装了时 他出来的气体行为是怎样呢 其实一门很重要的学问 就是他统计力学 就是经常去探讨这些问题 所以杨振宁李政道 当初未去考虑什么叫语情不守行之前 其实他们做了很多这些统计力学的研究 甚至有一些定理是以他们命名的 当时来说这类研究算不算冷门 不冷门是非常满门的研究 为什么我会说是这么热门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 有时这些会跟一个流体 他的行为是怎样去预测 他在不同极端的情况之下 我能不能解释到 譬如简单岛的地方就是 到现在都没有人解释到 一堆水 为什么可以在零度的时候变冰 为什么在100度的时候变气体 他在不同温度的时候 他的相是怎样 什么时候是固体 什么时候是气体 什么时候是液体 是我们 基本上没有一套完整理论 可以一次过预测这些行为 描述这些行为 这度此其一 描述物质世界一路以来很难解释 它也叫上变的问题 未能解决 另外就是不要忘记 二战时候说的原子弹 突然间是说一个爆炸 你一同到这些气体流体 可能突然之间会多了能量 会有上变的时候 这些统计力学的角色很重要 会不会有实际的意义 还是当时怎样爆炸 牵涉到所谓的 Flaid Transition 这个上变的问题 我就说不一定 但如果背后那套理论 就是有用 可以用在这些场合 所以李洋二人 其实在1952年 他们去研究一些 一些上变的系统 譬如说有一件事 他怎样由一个 完全没有磁场的状态 经过降温之后 突然间可以显示 有另外一些磁场的特性 譬如有一些金属 我记得以前自己 读书时也做过实验 拿着一块 Nickel 这个金属 这个金属很有趣 平时失温的情况之下 它是有一个变成磁铁的潜力 你给一些东西去磁铁 找一个磁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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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自己都会变成磁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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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铁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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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是一种上变 不是一定是由液体变成气体 是一种上变 就是突然间有某一种磁场特性 突然间变成第二种磁场特性 经过温度变化展现这种特性时 其实也是一种上变 杨振宁 李政道教授 他们其中研究一个问题 而在当中发现的定理 就是专门研究某一些物质 磁场上变的一些情况 正正在这次发现中 原来某一个物质有磁性变成没有磁性 没有磁性变成有磁性 这种过程中 就会有虚数的磁力反映出来 另外在这里延续下去 为何这个实验加了这么久才做 这就好看理论上的工作 当初李扬二人建立这一套 上变理论定理的时候 他不是为了找虚数磁场的现实意义 他是纯粹希望能够建立更多理论 解释到研究上变的现象 一直以来大家潮与这个方向走 直到近年很有趣 牵涉到中文大学物理 是其中一位我都很佩服的一位教授 曾经跟他交流过 很多学生知道是很有料的 就是他自己除了中文大学 甚至在中国科学院 他自己也有很多贡献 有资料提过 因为这位中文大学物理系的刘教授 他曾经在他的理论工作里发现 正正在这些磁场上的系统里面 这一个虚数的磁场 我们很希望能够找到 可否由这些参数 去帮我描述到 这个上面究竟是怎样过渡 怎样发生的呢 一直以来还未有人解释到 而这些亦是诺贝尔级的研究 如果你理论上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是很厉害的问题 但就算未解决这些问题之前 我尽量找到这些系统的特色 找到多些关乎他的定理 以及一些可否提供更多的方法 令我找不同的方法 量度了解更多 这就是理论研究工作 一些周边的东西 都是很重要的 刚才提到杨振宁李政道教授 他们在理论上 1952年已经做了一个 其中一个很奠基的工作 但这件事怎样变成 令人知道它可以变成一个实验 量度到的可能呢 就是说到在近年 即近十几年才有理论 进一步理论工作 就能够帮它计算到原来这一种磁力上 其中会带有一个虚数磁场的部分 它原来可以转化成为 在另外一个系统里面 另一种物理量让我们量度到 那为何刚才第一次要说得这么辛苦 不要说中摆运动是怎样的 就是因为中摆运动 原来中摆的虚数频率部分 你不能透过直接量度的频率来感受到 你反而要量度到中摆运动 需减的参数就能量度到 但中间你为何知道可以得到呢 就是因为你有理论可以知道原来 这条数是这样的 到这一种磁力系统 其中刘仁宝教授有份贡献 其实应该不止他一个 但他其中有一个贡献就是 他能够告诉你 这一个虚数磁场 他可以如何走到第二个迷你系统里面 以另一个物理量形式 可以令我们在现实世界认为 所以为何只有这些东西 才有今时今日的实验 去做到这件事 当然后面有很多人做了工作 才能做到这个实验 但实验是怎样做法呢 太过仔细的详情 以及他的因果关系怎样做到呢 我这里也没有时间慢慢讲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他现在当然牵涉到有一件事 他会在磁场上出现 我说刚才你说的一件事 他在某一个条件或某一个情况之下 他会有磁场或变成没有磁场 即是有一个改变力 他意思是这样的 但我想先搞清楚一件事 你想说上面是否突发 在某一个温度便会发生 即是突然间 由一种状态变成了灵安状态 你想说难解 是为何解释到那种突然间的改变 以及为何要在这个温度出现 为何不是高一度少一度 我们可否由对于微观物质世界的行为 去解释到一件事 即是刚才你说的水的例子就是说 大家知道在灵道会结兵 是的 但问题是为何是灵道 是的 为何是灵道 为何突然结兵 我不知道你有否看过水结兵 是的 水结兵是怎样结法的 要很仔细地说 你首先辨认到它里面有一些种子的位置 即是在整个分子结架里面 突然间有几个种子的位置 特别容易在那里生出一些冰晶 一直蔓延到整个体积里面 但冰晶最开始的种子是怎样来的呢 你可以说在某个位置的晶体排列是不完美 它里面的水分子有些就特别走完一块不完美 然后你加过外来震动的时候 那里就特别容易就发烂出事 这是其中一个解释 但如果一开始它们各个地方很均匀 都很完美的时候 你甚至乎不觉意 你可以把水冰到低过灵度都未结兵 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台长你有没有喝过那种可乐呢 凌兵可乐呢 不知早十年八年 有酒 很流行的嘛 你是拿出来不知怎样坐一坐去 才会把整支结冰给你看 其实这个问题在今次有讲过 是的 有些可以说 这件事其实是物理现象 是的 不觉意我们说这些 其实一个相变的问题 可以牵涉这个问题很广 但这次原来这个相变问题 也可以成为一个 如何去测量虚数的其中一个例子 在我们物理世界 其实原来发觉不止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量到虚数 我们很难笼统地回答虚数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你要视乎你说的是什么现象 在中摆现象 虚数原来就是与中摆现象的衰减有关 在这个磁力上的系统 那个虚数是有什么意义呢 原来虚数磁场的意义呢 就是与它黏着这个系统的另外一堆东西 它上面的磁场如何去 跟原先的系统的关联度消失 是这个参数有关 所以这里就是窍口的地方 究竟它这个系统里面 它如何将它接驳到另外一个物理系统 然后在物理系统里面量上的东西 而量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现实的东西呢 那里其实由一大餐量子力学的东西 就不是那么容易三言两语去说 总之来说你可以想像就是 有人很聪明 他能够想到怎样将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个现象 去黏在另外一个系统的时候 令到隔壁那个系统那些磁场的变化 一些的量子行为的参数 是怎样可以量它出来 透过量它出来来说给我听 里面原先的虚数磁场究竟有多大有多小 在这些上变系统里面 我们体现到虚数的意义 这里我再讲一个例子 其实我们可能在大家现实上 不觉意都会见过 台长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和小孩玩的 把那些婴宿粉加水 你不要加太多 加得很少的时候 他呈现到那个现象 有些人可以赤脚踏上去不会沉下去 我们也叫做非牛敦流体 水你这样踏上去 你这样一跃沉下去 你把它弄稠一点 你再稠一点再稠一点 稠到一个地步 它整体上你可以把它倒来倒去 都是会流的 但你将它站上去的时候 你如果在上面不停地反抗 不停地押押押押押押 你不会沉下去 但你如果乖乖地 就这样平放的脚在那里 你也会慢慢沉下去 这种流体行为其实很古怪 变了另一个极端的情况 就是如果你有堆这样的 用粟粉加好小水 弄出来这种古怪流体 你找一些很慢的东西打下去 它就可能会慢慢沉下去 但你如果找一个子弹一下打下去 或者很大力扔波内 它就会像一幅墙一样弹回头 即是说那件物体的行为 是随着你受到什么冲击 整个物理特性是不同的 这些系统 究竟有时牵涉到硬度的一些系数 它的物质究竟有多坚硬多坚硬的系数 原来就会有一个complex number的部份 在低冲击的情况之后 它就可能表现到另外一个部份 在一个高冲击的情况之后 它就表现到很硬的部份 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曾经试过 是在外国发生的 我不记得有一个女性 她坐热气球或滑翔机 或是在小型飞机上 在天空下跌下来 她不能死 你知道她为何不能死呢 她是下跌下来的时候 刚刚跌正在一条行车天桥上 她还要是整个盆骨坐在那条桥上反弹之后 再跌到草丛上 当然其实很多条骨碎了 但你想想天空那么高 几十楼跌下来竟然不能死 就是因为她刚刚跌正在那条桥上 那条桥上铺的运营土纳青 在一个不同的速度情况之下 冲击她的桥表现出来的弹性会不同 即是会变成弹床 对了 然后就对了 然后突然之间她很幸运 遇到一个这样的物理特性 有一个弹床效应发生在她身上 令到她没有令到她的内壮其他东西震伤了 虽然这里只是讲一个例子 但你要完全透过物理学去了解这个现象 你就发觉原来又有另一个 就是牵涉到这些叫幅数complex number的例子 最后一个问题 为何这个实验会牵涉一个光的问题 她用光字来度订后其中很多量子参数 检里zy vegetなんво的 所以需要用光来度订 这时我们没有時間稍后解谈 但是我觉得这两节最希望达出来的消息 虚数的现实意义 其实是随着我们去研究 哪些不同的物理现象 来找出来 而很多时候虚数在某一些情况之下 你不能直接量度 但原來你憑著你的聰明智慧 原來虛數的部分 是可以在另外一些物理現象反映出來 所以你描述這些物理世界的行為 你原來發覺 你用一個重量數字擺入去量度 可能是有時有一石二鳥的效果 你一次過可以解釋超過一個物理現象 就像中擺現象一樣 你除了解釋它擺動之外 還可以解釋它如何衰減 所以這裏又可以粗略地說 在虛數的現實上 究竟我們要學它 以及為何它是威力強一點的地方 就在這裏 好 我們這次結束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甚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幾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樣看呢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甚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甚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真的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人們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你就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扮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